周边的都是女生 看起来怪怪的 这个床单一掀起来 哇 有血滞啊 原来后来才知道 这个原来是一个 妇产科的病房 可是太冷了 他就在那个地方过了一夜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跟小朋友互动的过程中 留下非常深厚的 那样的一个情感 对他们那样的天真 无邪浪漫的眼神 让他觉得 真的实在不忍心离去 他们就问他说 康诺哥哥 你什么时候要再回来 他本来想说 不敢给他们太什么承诺 因为他自己也不敢 想说他环游世界 完一年以后他会去哪里 他就去打包 打包过程中 自己一个大男生 竟然就流下眼泪哭了 想起这样子这些小朋友 那后来他走出去跟他讲 好吧 那我一年后 再回来看你们 就真正的环游世界 完一年以后 再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这个地方 当然又是大家非常高兴的 聚在一起 不在话下 隔几天以后 有一个妇人 到他这个 刚刚讲那个小王子那样的一个 瓦达哥利这个地方来 以后说他要找他两个小孩 他们一听很奇怪 这不是孤儿院吗 怎么有可能妈妈会出现呢 怪怪的 那可是看起来那个 长相约略之间就有一点类似 那就把他真正后来调查以后 讲出来的情形 真的好像就符合了 他们中间有两个兄弟这样的一个情节 那就把那个两个小朋友带过来以后 他期望见到的应该是这样子 母子相聚以后 那一份的一个高兴喜悦 重逢的时候的喜悦 结果那个小朋友站在角落 根本连看都不敢看他妈妈一眼 真的是他妈妈 为什么 因为后来才知道 这些都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他们都来自于尼泊尔西北边 跟这个西藏交界的 一个叫胡姆拉区这个地方的 那么当地因为很小的小朋友 在五岁左右就可能被抓去当反抗军人里面的同兵 所以父母亲就想尽办法筹那个钱出来 透过一些人是不是给他带到 他又跟他讲说我把你带到首都去以后 还可以供他这个教育有未来 所以那个父母亲非常苦的状况之下 筹出那个钱 结果后来音讯全无 留下那个电话 走了几天的路到一个 有电话的村庄去打电话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是空耗 后来这个妈妈再透过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翻山越岭到那个地方来以后 终于才知道 原来这些都不是孤儿 都是那些父母亲 为了让他们免于那么小 就失去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花了重金让这些人人口贩子 后来证明他们是人口贩子 送到他去到这个城市来 还好这18个人是抢救下来 不过那个妈妈 后来他们就有机会带着这两个小朋友 再有机会多亲近那个妈妈 就建立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出来 那有一次他们去一看 发现那个妈妈的家里面 那个其实谈不上什么家 就是非常破烂的一个地方 竟然又多了 这七个小朋友 原来后来人口贩子又因为内战 这方面需求的家人多的关系 就把他丢在这个地方 不管 那这时候 这康诺已经必须要回去 他就想办法要把这几个小朋友 给他安置好 然后跟这些小朋友讲说 这个王子的小朋友讲说 他这一次恐怕不知道几年后 才能再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破产了没有钱了 他得回去工作 所以他就回到美国去 一一不舍回到美国 那过着另外一个日子 吃的东西看了都觉得怎么可能 这世界怎么有如此的不平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 他听到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就是原来后来另外收容的 他已经安排好 要把他接到另外一个儿童之家的 这个小朋友不见了 不见了 为什么不见了 人口贩子又把他们带走 因为怕他成为 对付他们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证据 所以透过其他人的一些帮忙 想办法去找 这些小朋友的下落 他自己在美国急得办死 看怎么办呢 直接借钱飞去吗 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他透过跟很多人的一个分享 让他们了解 尼泊尔有这个需求 这些小朋友 有这样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 募集了一些钱 后来在四个月之后 再飞回加德满都 回到加德满都 这七个小朋友找回到六个 非常幸运了 有的已经变成童奴 被贩卖在那个地方 或者是做童工 这个一天工作个十几个小时 在洗碗等等的状况 让他不胜唏嘘 那后来他又 把这些小朋友安顿好 他又回到这个 刚刚提到他们来的 那个胡姆拉区那个地方 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隐约之间 他拍的相片 这是羊群 透过他们在走这 崎岖的山路的时候 这突然间一群羊群冲过来 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 他们父母亲所在的是这样的地方 他跟他们父母亲 好不容易找到他们的父母亲 然后跟他分享 这些小朋友的一个故事 然后把他的 这样的情形 结果就看到这个父母亲 露出了璀璨的笑容出来 所以这种 天人本来已经以为天人永革 后来发现原来 还充满这个希望的时候 那样的父母亲可想而知 他的欣慰 然后小朋友回来 再把这个故事 告诉小朋友 透过电脑 再把这样的远远的 这个亲情 最后想办法 把他们送回去 所以看到年轻人 您看到的是草莓族吗 应该不是 来你们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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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您会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